山东找庄 我今年45岁 我的身体状况呢 是一个成古发育不全症的患者 也就是熟成的雌娃娃 因为先天性的遗传 然后造成了这个平缓的骨折 形成了现在这种身体状况 身高就局限到了96厘米 所以的一切行动呢 只能依靠人意来完成 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拿一个八凳给我 刚才你说你是雌娃娃 成古不全症 对 那您这个接受过教育吗 在妈妈的辅导下 用新华字典教会了我认字 后来又靠着自己自学 完成了这个小学的 这个到初中的文化课程 16岁以后呢 又根据这个一些自身的条件 自学了一些的这个 医学和法律 这一块的函数 你的生活能自理吗 基本生活都能自理 但是比较费劲 然后我做饭用的电视炉 也是矮一些的 你坐在轮椅上做饭 对 坐在轮椅上做饭 洗衣服 包括后期从孩子上学 也都是用这样的轮椅 就全部过世了 我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 后来就靠着这个自己的努力吧 来打拼 坚持下来的 到了05年的时候 认识了我的前夫 这以后呢 就有了十年的这个婚姻经历 在这十年当中呢 也有过自己的孩子 因为这个孩子呢 不足月 然后这孩子就是 活了几分钟就没有了 一直就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来完善自己的这个生活 因为我前夫这个人呢 他身体呢 属于清残 基本上是能够照顾了 这个孩子和家庭 在网上看了那么一个帖子 那个是在2010年的9月份的时候 看到了那么一个帖子 说是在我们那个 滕州市人民医院 有那么一个孩子 就没人要 所以就跟他商量了一下 能不能去看看这个孩子 然后当时呢 我们就打车 去到了这个滕州人民医院 其实你去的时候 没有报定说一定要收养他 其实我就是想看看 我能不能给孩子 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协助 或者是看一下自己情况 当时看到的情况 我们有照片啊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啊 这是当时的照片 这孩子脸上好脏啊 对啊 好像那眼睛那儿 好肿的一样 他就是买脸的眼神 当时我见到这孩子 就是这样 还有一脸的黄胆 那个手就是往外翻的嘛 那个手就是内弯 弯得特别厉害 粘到了这个肩膀上 其实当时孩子扑的时候 都已经有气无力了 那个别人说呢 就是说已经放在这个地方 有四五天了 所以我见到他的那个时候 后期我就抱起了这个孩子 打开了他的那个包包备 看了一下 当我抱起这个孩子的时候 本来这个孩子是在哭的 可是我抱起来以后 他就不哭了 然后就冲着我笑 说实在当我看了这么一个情景以后 我真的就猜手的放下了这个孩子 你抱他有困难吗 你抱得起来 他当时特别的轻 也就是三斤左右 所以我觉得三斤左右的孩子 能在四五天 没人过温的情况下 能够活到现在 我觉得他的生命力特别的强 我也本身 我也被这个孩子的生命力强感动了 那你是不是有点那种感觉 就是自己夭折的那个孩子 好像又出现在你面前 我就感觉到 这就是老天爷好像又给了我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那个时候你跟前夫还在一起 我跟前夫还维系着这个婚姻生活 也就是说你们两人共同地来抚养他 他支持这一件事情 我说给这个孩子再回去吧 我们看看尽力的去抚养他 你还记得他第一次叫你妈妈的时候 他这个说话比较晚 身体状况的原因吧 第一次叫妈妈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清楚 叫的是娃娃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也特别特别的激动 突然就感觉到 终于就是说有了自己的孩子 后来你前夫为什么跟你分手 后来就是跟前夫一块 我孩子抚养到了四岁多的时候 因为我们之间的感情复合 再加上他的脾气也比较暴躁了 没法再维系这种生活 那你一个人照顾确实挺困难的 就是年三月份我们解除了这个婚姻关系 你们俩离婚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要一个人承担这个孩子的生活 你害怕吗 害怕吗 其实没有过害怕的感觉 我唯一的就是担心 我能不能引孩子 只要我而言 就要你担心 我一道川 你可能不是和我一道り 在补竹上 也是有情期比较 我直到你 那我不能够 就没有老子 我对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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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